門市內親切解說 63歲的娜姐外商公司退休之後 開啟事業第二春 退休之後我大概休息了三個月 三個月之後我就發現 我的身心狀態 體力都還可以 所以我就想要積極重返這個職場 而65歲的謝大哥 也是汽車業總經理退休之後 決定重返職場 嘗試量販店排貨收營 你跟社會是有接觸的 而且你得到自我肯定 然後又可以幫助別人 然後又可以拿到薪水 以後缺工潮加上少子化 中高齡或是二度就業者 成為企業瞄準的新對象 人力銀行統計也觀察到 歡迎中高齡的工作數 2023年有18.1萬個 相較2020年的6.3萬個 三年成長將近三倍 而職缺最多是在零售批發業 2.6萬個 不動產業1萬個 以及住宿服務業的8000個 那我們也看到他的主動的 一個應徵的這個面試機率當中 相對於三年前也是成長2.3倍 其實中高齡他本身有過去豐富的生命經驗 那他對於人脈跟溝通跟互動 企業本身要能夠營造一個 輕盈共創的一個組織氛圍 不過勞動部統計顯示 55歲到64歲的壯士代勞動參與率 日本有將近8成 韓國也有6成8以上 台灣卻不到5成 人力資源多元化 已經是市場趨勢 輕盈共融或許是另外一片新藍海 談判 比方遭 那要 haver 噢 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